各位CNN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吧 研究10月27號的全黎賽事第一場五班千二 關於日期調動的那些,我有一些片都放在片尾 今天本來原本不是跑泥地的 但不講那麼多了,相信有追開一些片都知道 先跟大家講一下神操 還有一個要點要跟大家看看 因為有三個騎士停賽,到尾就回到摺山 總共有四個騎士就沒有在香港 所以配搭的都不能太苛刻 始終那兩個當紅的人每人只有一個屁股 沒辦法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神操 1號勁快步,保持功夫 2號今天就已經退出了 本來就找蝕恩 退出了 3號余皇保持功夫 4號幸運飛區貝迪斯 有試過閘 潘頓也碰過 貝迪斯就沒有馬騎 5號洪方進區 剛剛跑完 6號衛里贏國能試閘很積極 7號縱線積極 都很積極的 施出風也碰過 8號勿運 保持功夫 9號神火金剛 保持功夫 10號樂多福 保持功夫 11號樂無極 潘兵輝也碰過 保持功夫 12號不忘初心 保持功夫 這一場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馬房 除了穩定馬房出兩隻 文家糧出兩隻 葉楚行出兩隻 大家自己想一想 喜歡研究正庫選的可以留意一下 上次我都出了一條片 關於報名表的原機 各位有興趣的可以找回來看 那條片庫曼家 和快樂歡騰都贏了 還有一些咕咕怪怪的 謎題拆了一半 還有一半 還在那條片上 各位有興趣的 看那個什麼報名 什麼路程 我都不記得改了什麼名 除雨石出兩隻 一隻剛剛跑完 葉楚行出兩隻 一隻就 泥地有些根據 文家糧出兩隻 先講一下班數 一號、三號、四號、七號、八號 這五隻 一、三、四、七、八 一、三、四、七、八 其他那些都在五班 跑了一段日子 大家都看到二號的推出 勁快步 上場是陳家希 即是上場騎過的那些 鼓滑調動 操練鼓滑調動 就變成恆敏區 貝力斯有試過 他都用潘頓 不用貝力斯 中善積福 史卓峰有碰過 史卓峰騎過了勁快步 其他那些都是正常的 上次騎的鼓滑調動 勁快步陳家希 停賽換史卓峰 上場是潘頓 本來越飽越好 今天推出了 潘頓是幸運飛區 魚王 上次都是蔡明紹 今天蔡明紹就沒有了 換了沈拿 是沒有的 幸運飛區 上次是蘇迪洪 上次是蘇迪洪 今天換了潘頓 洪方進區剛剛跑完 上次是蘇迪洪 上次是蘇迪洪 上場已經受過訪問 今天換了莫雷拉 蘇迪洪 本來騎潘頓 越跑越好 潘頓就騎了幸運飛區 越跑越好 退出了 衛里贏原裝 勿運蘇迪洪 蘇迪洪 蘇迪洪 武馬騎換過李徑國 神火金剛 是蘇迪洪 本來騎了神火金剛 今天換了王浩南 潘頓就騎了潘頓 首尾 越跑越好 本來就退出了 潘明輝 落無極症 黎海榮 不忘初心 對啦 變了潘頓就好像有點馬鹹 這場我想和大家看一下 勁快步上一場 我本來捉到那隻白利明驅 當天就爆了三十四 一瓶眼淚 還有拖多一隻 紅方進區 應該沒有記錯 看看這隻勁快步 當天陳家熙收拾了十一檔 看看他怎麼跑 白白的紅紅的 藍藍的 紅白藍膠袋 白禮明驅那天爆了三十幾倍 一放絕塵 那天的泥地 以他的速度和白禮明驅 白禮明驅和印印腳的速度 是會快一點點的 可以跟得到白禮明驅 是東山再起的黃衣 後面三隻 越跑越好 落無極在尾 一包就落尾儀勝雙級 什麼落無極都在 在這裏 一口馬在這裏 紅方進區那天就衝去外檔 那方仔那隻東山再起 就撲上來跑第三 就剁了我的很快步 那隻越跑越好後上穿上來 看不看紅方進區衝到哪裏 唉 那天就很利放頭 現在那隻東山再起就撲上來了 今天都再出的 剛剛跑完 那隻越跑越好 最後都過了 那隻很快步 裡面還有落無極 今天就懂得追 有一個突破性演出 之前只掛著放 今天竟然在後面追上來了 那隻很快步 這樣就失去了 那我就覺得今天 他就由這個 十一檔 一二三磅 背重十檔 十一檔變五檔 上次都叫做百里明區 那些叫做快一點的馬 但今天都有行運飛區 這些馬在這裏 就變成我自己選擇 都是選擇這隻勁快步 即是他在五檔是有些卡士的 但今天都對著有卡士的馬 好像余皇 有很多 還有一些完全是吸收的 一個鄭俊偉 然後一個蘇偉賢 搞兩隻葉楚寒 搞兩個文家糧 就已經是 這些都不知道 究竟那些馬實力是多少 那我就變成這一場 我就拿了勁快步做膽 那就 一定要這隻 在前面先走 不要理太多 一號做膽 第一隻拖的 我就拖回上場 剛剛跑完的紅方進區 衝衝再出 其實本來今天就不是跑來地 究竟他本來部署上 是不是今天跑呢 這是一個疑問 可能他想著上星期三跑完 隔一個星期就跑下一次的賽事 本來是這樣的 我小弟估計 但是馬會就把賽旗調了 跑完就三天就跑了 但是都不管了 今天又撿回一個漂亮檔的 由蝕恩換了莫雷拉 就愛了他 一拖五 另外再選的馬呢 等等 這隻行運飛驅 其實斑真的很有趣 因為他真的是一隻很快的馬來的 他跑出水準的時候 但是呢 上季開始又跑1400 今季又1400 然後取消賽事那天 快活谷1650 9月8 即是天錄那天 我跟大家分析了那天 然後上場再跑多一場1200 中間走回來輸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今天呢 換騎過他呢 就 三次 即是這裡看到三次 免得查這麼多 兩個第二一個第五的潘盾 我相信都不是無的放始 但是這隻馬呢 跑泥地呢 就好像是跑過一次 這裡看到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些班呢 都不用怎麼理他 看回他神操吧 那神操那方面呢 貝利斯試過貨集啦 即是叫做 普普通通的試一試 他回來啦 但是就 有貝利斯都不用了 就找潘頓幫忙了 那我就先找他 一拖四啦 另外一拖五啦 四啦 要多選一隻的呢 其實我都想不選 不過我就選多一隻給大家參考 我自己覺得這些場合呢 好像蜜運 神火金剛那些 根本都沒有真正正正跑過的 根本 在游馬可 游到上季游到現在 樂無極剛剛會追馬的 那可能這隻馬 現在才叫做真正成熟都不頂的 那但是就 我就要回韋達那隻魚王啦 那上場是 有點失望的 那這隻馬呢 就在高達利馬房 然後又去了文家良馬房 所以這場馬的線路都很麻煩的 那但是呢 我覺得之前那些賽職 根本不需要怎麼看他 就是你去了第二個馬房呢 你只是看他跑第三個那場 千二上千四不行 只是看他跑第三個那場就可以了 就是上手馬房那些怎麼跑 是兩件事來的 那你電子群星 八卦 魚王 把功臣那些交道表現 就 就是 可以說 這隻馬就 如果他跑得出水準呢 就真的輸給電子群星 兩個馬位 那你八卦那些 其實都是一些 幾惡的馬來的 就是他要跑出水準 就很惡的 那你不要說前面那三隻 前面那三隻 前面那三隻的馬房 不是 前面那兩隻的馬房 都是叫做神出鬼沒 一些的 那你連場硬拼的馬功臣 就可以做一個指標 那擺前又可以 擺後又可以 都是跑第四 都是有點失望的 那但是 拿這一場的賽職 就拿了他 如果你看到這個魚王的時間 22 22 這樣回到來 都是算是 如果在五班來說 都是OK的馬來的 那這些 就曾經 在那些 鬥智不太好的馬房 那裏突然間 轉去一個鬥智好的馬房 那叫做 一拖 如果要介紹多一隻的話 那我就這場個人心水 一號的勁快步造膽 拖了一隻 衝衝再出的 雄方進區 4號的 幸運飛區 那3號的魚王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一下訂閱 按一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看 那還有 如果那些廣告不太討厭 可以鍵入去了解一下 那就是對我的實質支持 那希望各位那天都可以贏多些 好多謝 拜拜